在韩国被封神的马东西 荧幕上多半出演的都是正面形象 比如列车丧尸杀手 比如赶倒罪犯的一拳超人 又比如饥饿如仇的黑帮大佬 但今天小霞要推荐的惊悚悬疑篇陷阱 马东西却变成了一位变态的杀人魔 更恐怖的是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 故事从一对夫妻婚后失败的滚床单运动说起 女主花姐两年来肚皮没有动静 两人检查后发现 竟然是男主的子孙根没用 注定这辈子断子绝孙 巨大的压力中 同事们都嘲笑男主为断根哥 为了化解断根哥心中的苦闷 花姐找到了一家网红餐厅 拉着丈夫坐上轮渡 开车来到了一座荒岛上 这个地方道路泥泞 信号不通 好不容易按照导航找到了定位 两人抬头一看 不禁大失所望 所谓的网红餐厅就是一个破败简陋的农家乐 倒是第一眼看到的女主人小美 长得颇为娇艳动人 的确像是个网红 但见到男主人后 花姐和断根哥都傻眼了 这位猛男脑袋大脖子粗 脖是大款 就是火夫 果然男人开门见山地表示 别看我这里简陋 但吃鸡绝对一流 我养的土鸡 靠着吃吴公长大 肉质鲜嫩 每次都获得上千条的好评 客人们都叫我千条叔 说着千条叔端上了鸡汤 还主动让小美拿来了珍藏的佳酿 据她介绍 这一坛老酒又叫千杯不过港 滋养壮阳效果特别好 断根哥原本对千条叔的话还将信将疑 但一口肌肉下去 口齿生津 滑嫩弹牙 再配合一杯老酒 简直是人间极品啊 酒过三巡 断根哥起身倒点鸡汤解个酒 没想到这一下 把她和花姐直接吓尿了 那掉落汤里的 竟然是上千条拇指粗细的蜈蚣 更让断根哥感到不舒服的 是千条叔似乎把小美当成了玩物 态度粗暴举止粗鲁 根本不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一次想逃跑 可却被锅里的眼珠子吓到昏飞魄散 你好 这是什么狗屁网红餐厅啊 我回去要给她个差评 于是女人拖着丈夫上车 想要离开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但断根哥怎么拧钥匙车子就是发动不起来 得 看来这汽车和她一样都尾了 千条叔联系完修车厂后 转头告诉夫妻二人 再住一宿吧 师傅明天才能来呢 转眼又到了深夜 没有网络 也刷不到小夏视频的荒郊野岭 四个人唯一排遣寂寞的方式只能是喝酒 尿急的断根哥跑到小树林里放水 遇到同在掏枪的千条叔后 他人生第一次见识到了逆风尿三丈的威力 千条叔一边擦枪一边说 今晚小美归你了 好好把握啊 大兄弟 等等 这到底什么情况 醉眼朦胧的断根哥还没来得及问 就被千条叔推进了小美的闺房 而妻子花姐也推脱头疼 早早躺进了隔壁的房间 而透过那薄薄墙板的缝隙 断根哥和小美即将要打马赛克的场面 花姐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想必各位也猜到了 这家网红餐厅实际上就是治疗不孕不遇的黑店 那让男人重振雄风的灵丹妙药 就是娇美动人的小美 只见女孩将衣服盖在断根哥的脸上 下一秒画面就变得不可描述起来 我知道小霞我的粉丝都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所以接下来那香艳的十几万字 我就提前帮各位省略了 墙的这一边激战正汉 墙的那一边面红耳赤的花姐也明白了一点 男人所谓的忙和累都是借口 下一秒画面再次变得不可描述 我知道各位都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 所以接下来那简单的初衷物理摩擦运动 你们肯定早就没有兴趣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两场惊心动魄的乌山云雨后 醒来的夫妻二人望着彼此的眼神都不对了 段根科尴尬的起身 跟着千条书去到了镇上 寻找放了鸽子的修车师傅 结果段根科遇到了一位老人 指着身后的千条书说 他 他是个纵活犯斯密达 他是恶魔 返程的车上 千条书也坦承了自己的黑暗童年 原来在他小时候 母亲不幸去世 父亲很快再婚 千条书从此饱受后妈的欺凌 忍无可忍的他 干脆一把火把亲爹和后妈烧成了BBQ 听到男人说出掏心摸子的话 段根科天真的以为 千条书是拿他当朋友了 跟着千条书上山打猎 他也完全放松了警惕 等到段根科一脚踩进了捕兽甲 翻身滚落到山下 在昏迷前 他看到了见死不救的千条书 那一刻他明白了 千条书真是想要杀人灭口啊 是的 段根科猜对了 千条书一个人开着东风小卡车回来后 告诉交集等待丈夫的花姐 那男人在镇上修车 不用担心 话还没说完 陌生的声音打断了千条书 你好 请问这里是包好运网红餐厅吗 看到来了新客人 千条书马上换成了和蔼可亲的面孔 断上了吃鸡套餐 而躲在旁边的花姐 一听就明白了 这对小情侣 男的叫阿伟 女的叫小力 也是看了小黄书APP的种草推荐后 找到了这里 当天夜里还是熟悉的套路 小美和阿伟在隔壁疯狂打马 而千条书则把小力死死的压在了身下 结果拼命反抗的小力 惹恼了千条书这头禽兽 男人举起砂锅般的拳头 每两下就把小力走得面目全非 听到女友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阿伟赶紧从小美身上爬起 冲进房间后的她傻眼了 阿伟和千条书之间的扭打 是毫无悬念的 在千条书拿起电运斗的那一刻 战斗其实就结束了 由于过程十分的血腥残暴 小霞只能跳过画面 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 阿伟死了 与此同时 摔成重伤的断根割 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一蹶一拐地走回了小屋 找到被关起来的花姐后 这对患难夫妻抱头痛哭 下决心逃出魔窟 趁着千条书处理阿伟的尸体 他们偷摸溜到了户外 爬进了千条书的东风小卡车 一脚油门 独路狂奔而去 但花姐的一句话 让断根割一脚刹车 直接原地崩溃了 事已至此 花姐只好告诉丈夫 你和小美的那些事 我都知道了 这家店是我特意找来 就是为了让你重振雄风 话音刚落 千条书的拳头破窗而来 像拎小筋一样 把断根割和花姐 滴溜出了车 等他们再次醒来后发现 自己已经被牢牢绑在了 千条书的仓库里 哭成泪人的花姐 向断根割忏悔道 老公 对不起 我不该相信网络评分 但道歉已经太晚了 只见失去理智的千条书 套出了四十米长的小刀 架在了断根割的脖子上 危机时刻 门外两个警察的喊话声 救了他们的命 原来阿伟和小丽 失联二十四小时 家人报警了 当地派出所的老朴和大刘 根据居民的指认 找到了千条书的家里 眼瞅着罪行即将暴露 千条书彻底杀红了眼 他先是一刀捅死了大刘 接着又赶犯了老朴 等他回过神来以后 仓库早已空无一人 小美偷偷放走了断根割和花姐 千条书一巴掌劈翻了小美 拎着斧头就追了出去 突如其来的青盆大雨 将深山老林变成了人间炼狱 断根割和花姐还没逃出二里地 就被轻车熟路的千条书给截胡了 满身泥泞的打斗中 要说以千条书的战斗力 别说一个断根割 就是十个断根也断不了他的根呢 但毕竟导演安排 千条书不想死也得死 而小美怀着复杂的感情 扑倒在了千条书的尸体上 放生的痛哭了起来 小霞想说 《陷阱》这部电影 作为马东西大叔的冷门作品 谈不上有多好 却足够的刺激 特别是某些黑黑黑的片段 建议各位还是放低音量 在家独自欣赏 此外本片还教育了我们 各位不要一看到什么 网红餐厅就跑去打卡 最后被坑了前不说 甚至还会丢掉小命 就像小霞我的视频 点赞虽然不多 但真的很好看呢 听说每个男人 只要看过了我们的视频 都会重振雄风 对心爱的姑娘说 喂妹妹别怕 有我在 这么神奇的功效 你们还不关注